接下来就是被骗得很痛了 来看花莲一名女高中生 她利用通讯软体的摇一摇功能 新增周围陌生人为好友 聊天之后她假装自己身上没带钱 请对方帮她到超商拿网拍物品 有网友看到女高中生的大图照 很清纯无辜 就帮忙付钱取货 但事后高中生就必不见面 网友才发现被骗了 手机摇一摇 她会把周围的陌生人 输入变成好友 请这些陌生人 新结晓的朋友去帮她取货 监视器里头的这女生 就是涉嫌骗人的许姓高中生 通讯软体里她放上的照片 看起来相当可爱 警方调查她利用假名 许林轩上网买包包 化妆品 鞋子等物品 等到货物寄到超商之后 她利用通讯软体摇一摇功能 新增附近的陌生人为好友 随机找人聊天 接着说自己没带钱 要求对方帮忙到超商取货 等到拿到货品之后 马上必不见面 这样的手法成功骗到四个人 得手六千多元 他从来没有自己来领 都是不同的男生来帮他领 所以你就是怀疑 没有告知那个来帮他领的那些人 许同学日前又以相同手法诈骗 被害男子前往超商取货时 激紧的店员提醒他 有很多人被许林轩骗过 男子才知道自己被骗 随即通报辖区派出所 在跟许同学相约面交取货时 远景将他逮捕 由于许同学的个人照看来单纯无辜 让被害人借薪降低成功诈骗 现在警方将依照诈欺罪 将他移送法办 周年新闻 廖威林 花莲采访报道